财阀千金贤贫爱妇抛弃穷小子 分手后发现前男友曾替自己背黑锅 为了能和前男友重归于好 他把突破口转向男友的母亲 不仅送上名牌包包 还带着大贤妈出入各种高档场所 经过几天的相处 大贤妈对炎珠是格外喜欢 她让大贤好好对待炎珠 欣欣尴尬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大贤告诉炎珠 自己正在和欣欣谈恋爱 希望她不要再做无谓的复仇 我们现在只是同事的关系 此刻的炎珠才发现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另一边炎珠走后 欣欣扶大贤妈躺下 却被大贤妈误以为是炎珠 她希望自己没过上的幸福生活 自己的儿子将来可以过上 欣欣表面微笑 泪水却早已在眼眶中打转 她开始担忧起自己和大贤的未来 第二天大贤妈还在极力劝说 大贤和炎珠重复弱 欣欣见状找借口回房间休息 一向孝顺的大贤这次居然顶望了母亲 然后甩门而出 地旁的欣欣看到两人吵架 也非常难过 她不想因为自己让大贤和母亲出现隔阂 于是她收拾好行李悄悄离开 只留下床上的礼物和一封离别信 得知欣欣不辞而比 大贤四处寻找也是一无所谓 而此时的欣欣已经来到乡下 在一家花店做着连男人都闲累的搬运工作 这是大贤的好友带女友回乡下老家 意外看到了欣欣的身影 她急忙给大贤打去电话 大贤一刻也没停歇就赶过来 两人四目相对 大贤质问她为何不辞而言 就这样欣欣被大贤带回了家 大贤找到严珠辞去了总公司的工历 重新收回了自己的便利店 看着大贤一口一个流理式的教授 严珠知道是时候该释还了 为了兑现等候欣欣的成功 大贤再次在便利店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 终于熬不住的她倒头睡去 这时欣欣一如当初朝着便利店走来 看着门口只属于自己的招聘信息 是她 她推开门来到大贤身殿 这场景似曾相识 两人互诉彼此的想念 终于他们幸福地抱在了一起 故事的最后是个完美的大结局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期待 这个马赛克的画面 这场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